我们的徐向前元帅曾在回忆录中垂胸顿足地表示说 在长征时自己犯了一个后悔终生的错误 没有选择相信毛主席 而是执行了张国焘率部南下的命令 最后正如毛主席所预言的那样 红四方面军在一年之后来到了陕北 可是部队人数损失了一大半 由最开始的8万人缩减到那时的3.7万人了 徐向前元帅为何没有选择北上 当时又发生了怎样的故事 接下来让我们重回长征时期一探究竟 1935年9月9日 右路军政委陈昌浩收到了张国焘发来的秘电 主要就是命令他率领队伍南下 从而开展更为彻底的内部斗争 当时的张国焘极力反对红军北上的方针 一再主张去往川康边一带进行发展 从这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张国焘当时的野心 当这份秘电发送到右路军的时候 恰逢陈昌浩正在指挥部召开会议 所以先是被送到了叶剑英参谋长手上 这时虽然叶剑英把电报交给了陈昌浩 却不料他当时讲话讲得热血澎湃 连看都没看就又塞回到了叶剑英手中 叶剑英无奈只能先看看电报上写了什么 这一看可着实把他吓了一跳 因为这件事实在关系重大 如果处理不好很可能会出大问题 所以当时虽然他心里十分潮急 但只能先平复自己的心情 过了一会儿便以上厕所的借口离开了指挥部 然后骑着马飞奔到了毛主席面前 急匆匆的将这份电报拿了出来 毛主席在看了这份秘电的内容后 脸上也不自觉的表现出紧张的神情 他也是赶紧将其记录了下来 然后嘱咐叶剑英赶紧回去 不要让别人发现他曾来过这里 可叶剑英感觉形势太过危险 想要毛主席赶紧转移到红三军 不过他老人家当时并没有同意这个要求 只是让叶剑英回去之后见机形势 并且在合适的时候想办法脱离险境 叶剑英在这之后也是马不停蹄地回到了指挥部 这时陈超号还在那里慷慨激昂的演讲 所以他的行动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在叶剑英离开了之后 毛主席立即与张文天和伯谷来到了红三军 然后和周总理等人召开了一场紧急会议 最后决定为了避免内部发生冲突 同时为了贯彻北上的方针 现在必须率领红一军和红三军先行离开 从而摆脱这一危险的局面 为了能争取到徐向前 这个当时的前提总指挥 毛主席在那天晚上亲自询问了他的意见 只可惜得到了两军不宜分开的回答 毛主席见徐向前是如此态度 那时候也没有多说什么 只是让他注意休息后就转头离开了 虽然当时徐向前并没有明说 但其实他的态度十分的坚决 再加上陈超号也同意南下方针 所以现在毛主席和各位首长 只能先带着红三军与红一军会合 并且除此之外已经没有其他的选择了 9月10日凌晨 毛主席和各位首长根据既定方针 带着红三军去往了红一军所在的俄界地区 由于这次行动极为机密 所以红四军对此一无所知 等到天亮了之后 刚刚起床的徐向前就被告知说 叶剑英和地图都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着实让他和陈超号吓了一跳 紧接着没过多长时间 他们又接到了前沿部队的电话 说是中央红军已经连夜离开了这里 并且还在路上设置了不少警戒 徐向前当时受到了不小的刺激 以至于很长时间都一言不发 红四军的前沿部队当时也摸不到头脑 但因为中央红军走失布置了不少警戒 所以他们便询问要不要打 陈超号听后也一时拿不定主意 便问徐向前他那边怎么想 徐向前当时态度十分牵绝 那就是红军绝不能打红军 可当时陈超号是部队的政委 如果他决定要打的话 徐向前是拦不住的 但好在当时陈超号采纳了徐向前的意见 并没有让这件事向着更恶劣的情况发展 当天的指挥部里可以说乱作一团 陈超号在那里破口大骂 而徐向前则是被打击到连话都不想说 因为内心里早就乱成了一锅粥 其实他在冒工会师之后 就曾向陈超号提出想去中央工作 因为这几年的相处下来 他的心中其实并不痛快 但是如果这次选择跟着毛主席北上 那么自己一手带出来的红四方面军 就要一分为二 这让他怎么都接受不了这个结局 也就是在同一天的时候 陈超号和徐向前收到了中央发来的电报 要求他们率领部队立刻北上 并且同时已经要求张国焘取消南下的命令 可是当时陈超号已经决定进军南下 所以他这时一直在指责中央的决定 但是现在徐向前陷入了两难的抉择 到底是听张国焘的还是毛主席的 那天他一夜无眠 翻来覆去都在想这个问题 不过最后还是决定留下来观望观望 徐向前之所以做这个决定 主要是因为陈超号当时是部队政委 并且在战士们的心中拥有极高的威望 如果他不同意北上的话 自己无论如何也带不走部队 就算走也只能带走身边的几个人 所以他选择跟随部队没有北上 可就在一年之后 仅剩3.7万人的红四方面军来到了陕北 这也印证了毛主席当时北上时的预言 说他们南下是不会有出路的 相信你们一年之后肯定会跟上来 这一边不大概是所得的 真的吗 咱们来看看